全油管最快新闻,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·菲丹在今天表示 土耳其可能会考虑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 但这个决定需要多个国家共同采取,以达到更强大的效果 现阶段土耳其并没有立即断交的计划 这一表态可能是对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冲突中的行为产生的关切 目前仍存在不少分歧和争议,未来断交的可能性还需观察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